哇靠 铁盆直接咬穿 太牛逼了吧这也 干啥去 今天呢 闲来无事 让这老贵咬个一拉罐 看他的咬合力怎么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点个双击点个关注 如果不喜欢的话 我也感谢你们点开过这个视频 上个视频呢 有个老铁在下方评论说 想看老贵咬个辣椒 看他是什么样的表情 今天我就让他咬个辣椒 辣个老铁你还在吗 红心不重要开心就 老铁们 今天刚到店里边的小恶贵 就给店里边带来了一笔生意 祝今天所有看到此视频者 贤大印发大财 祝所有高考的学子们 考到好的学校 给一个免费的双击好不好 免费的双击来一个 中文字幕电影 这个自动瞄准式的物理外挂呢 我已经研究的比较完善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不过瘾 我就研究出来一种新式物理外挂 我称它为超级追踪 无限瞄准人肉头带式物理外挂 简单来说就是把它扔出去 三二一走 没有配合 刚开法别见怪 我跟你讲 我给你扔出去那一瞬间 你就给我咬 走 这个准度有点差 再来 三一走 这个角度不错 一二三干它 咬啊 咬一下行不行啊 这鱼飞出去来 那啥 刚开法还没啥配合 其实我家申哥抓鱼特别利 我自己也能抓 看到没 一二三 看 人家申哥特别厉害 其实 有人问过我小怪就你家的恶龟叫海参闹 这么凶残 咔咔咬咬人 你咬他干什么呀 事实上两年前的还是个小王八 这时候就咬过一口 当时我就怀恨在心 做出了一个无比残忍的决定 我决定 我要淹死他 然后两年过去了 这王八也长大了 水也换了好几匹了 我也没整明白为啥没淹死他 后来我发现了 他经常性的趁水不注意 就这么偷偷喘气 别喘气 要淹死你呢 这水也是废物 连个王八都淹不死